特派记者尼婉军十元岛报道,去年未在义军开轰的罗德达哲井上勤哉,不但去年雅关赛热身赛先炮轰陈冠宇,昨天又对桃园投手洪盛青开轰,似乎专打台湾投手洪总洪一中则点出台湾投手的通病,表示,这我早就提醒过啊。 千叶罗德锦上勤哉,昨天对桃园投手洪盛青开轰,特派记者诚挚取射。 28岁的锦上勤哉是罗德期待的大炮,但他去年在义军出赛35场却未轰出拳雷打,他今天受访时坦言,在昨天那支拳雷打之前,我一直担心调整的不够好,但在打了很不错的拳雷打之后,才放心自己的调整没有问题。 锦上左担任罗德先发第五棒一类手,在五局相中洪盛青的第一颗球就开轰,他表示,是刚好上一个打者或四坏球保重,我猜洪盛青会先抢好球,结果刚好投进来好球,跟我猜的一样,所以我打得还不错。 结果锦上的这番言论跟洪总稍后受访时刚好不谋而合,洪总表示,这是台湾投手的毛病,他早就跟球员提醒过,日本打者在看到上一个打者被保送后,他一上来一定会抓直球进攻。 洪总认为,因为台湾投手担心变化球控不准,所以不像日本投手勇于在三坏球后投变化球,所以一定会用直球去抢好球数,就会被打。 洪总听到锦上也这么说之后,则露出不出所。 撂的表情,他认为台湾投手必须在精炼变化球,让自己的配球更有变化,才不会让配球的习性和节奏轻易被对方抓到。 千叶罗格锦上勤哉,特派记者诚承执取涉。